美国的街上 这个 30米外都看不到景物 30米外 只能够看到30米以内的景物 哇 今天啊 新北这边啊 新北 瑞芳区这边 从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的大概六点来钟开始下雨 下到现在 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一直没有停过 真的是 我猜台湾这边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天气 这么恶劣的天气 新北市私立十雨高级中学 哇,这里在山上面 有一家公 有一个中学在这山上面 哎呦 交通非常不方便啊,这里啊 呃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,哇 今天这样的天气真的非常差 雨很大 然后我在山上面刚才开车非常的危险 觉得 呃 马路上基本上 呃 15米开外都看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很慢,开得很非常慢 哎呀 那为什么 这样恶劣的天气 这么差劲的这个路况都要来 这个地方呢 要来这里 究竟为了什么 这里有什么那么吸引我呢 啊 啊 哇,这也真有着鸽子在这里 避雨啊 啊 啊,当然是这里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才会冒着 哇,冒着狂风暴雨 帽子 这个 呃 呃 呃 这个 刚才要我待会要去的地方去停车 它居然没有停车场 真的 它里边 是有位置的 它不让公众进去停车 哎呀 然后要我们自己从山上开车 沿山下走 走了差不多大概要 呃 六七七百米 六七百米路才能够有地方停车 啊,停完车呢 还要从这六 六七百米的地方 沿着山路这样走上来 哎呀,真的是 是什么 什么鬼地方 哎 最莫名其妙的 这个 在台湾我是第一次 遇到 这么狼狈的这样去 呃,一个地方参观 他们居然 有停车场里面有停车的地方都不让人家停车 不知道为什么 待会进去 去 看清楚 啊,这里呢有一个 呃 临时停车场 刮山市区停车场 不是临时 是刮山市区的停车场 这样空荡大也不让人家停 是市区的停车场 大家看一下 他就搞个 小铁篮 围着 不让人家进去 锁的还要搞个锁锁的 市区停车 外车 屋就 屋入 啊 啊 完全没有 完全只有两两两两车 很多的空位也不让人家停车 非常的自私 啊 然后呢这里 这 入口这里都忘了是一个大